不能复原她的郁闷难过 因为她没有办法接受不信的事实 他们认为那个不是真实的 所以有一个妈妈 她的孩子死了 好久好久 这个妈妈没有办法走出伤痛 这些活着的孩子 就有一天很生气对她的妈妈说 妈妈你已经死去这个孩子 你一天到跟面她 她很优秀 她很好 她很乖 她很重用 你一天到完都是要抢他们 我们活着在干嘛 我们活着都没有用 那好吧 不然这样你也非常地想念我们 让我们一起去死吧 这个妈妈赫然醒过来 已经死了还会活吗 不会啊 那既然不会活 我就纠结把我的注意力放在那已经死了 而不能顾我的孩子 倒不如 我就会让她去吧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我还有好几个孩子活着 那我应该把我的这个重点放在我还有活着 孩子会孝顺我的孩子 所以从那开始她决定 我不再郁闷 郁郁娃娃 我不再纠结在孩子死去的这一个 我要放眼在我还活着上帝为我留下的这些孩子 他们还孝顺我的 我应该要把重点放在这一个地方了 所以很重要的 第一个大卫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 他就起来沐浴抹膏上圣殿去结拜上帝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孩子死去的事实 第二个他知道他还要活下去 孩子生病重病这几天他没吃没喝 请问孩子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他肚子饿不饿 饿了啦 孩子生病的时候不是不会饿 是已经担心到不知道饿 那现在孩子已经死了你还不吃 但是那接下来谁死 一定他死嘛 所以他绝对不跟着孩子一起死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他肚子饿了 正是他要吃饭的时候 所以这个当下他哀伤的事情 他不会跟他的夫人一起来吃饭 但是现在他就在这个地方 也吃也喝这些人觉得很奇怪 孩子生病你不吃不喝 所以现在为什么连也吃也喝 远奶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信仰给他一样 孩子死了去哪里去天堂 大卫死了去哪里也去天堂 所以在那里面 后来也会有一天能够见面 所以不是永远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被基督徒他们死了之后 他们有一些那个白父母 写了什么 叫做天人有别 他就这样 用别千古 哇 人死了好伤心好难过 你心爱的父母 你心爱的亲人 你心爱的朋友 他死了天人有别 用别千古 好难过不是吗 那为什么不信耶稣呢 让这个死 就只有分隔几十年 点多几十年而已 以后还会在天上见面 所以大卫知道 我既然会在天上跟孩子一起见面 那我还是要活下去啦 所以第五个 牧师在这个地方 就要跟各位来谈 我们要欣然的面对 无法改变的事实 那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理论叫做 发现了百分之九十 牧师就把它做成一个单枪 我们就来看这个单枪 就麻烦那个 爱康 你就照我们的抛牌 什么叫做发现百分之九十的定律呢 发现了百分之九十的定律 它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最低限度 它将改变我们对不同情况的反应 百分之九十的定律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中的百分之十 是由你的记忆所组成 是你没有办法计划的 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是你没有办法去想到 是你没有办法预备的 但是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是由你的反应来决定的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百分之十的记忆 这些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控制的 比如 婚姻 比如鼠疫 比如猪瘟 比如蝗虫 比如蝗虫 你说哎呀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碰到这样 你在那边 大大发火 这个事情就不见了吗 仍然存在 这个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他要怎么去面对 在这个地方 百分之十的机率是哪一些 百分之十的机率就好像 你开车开到一半了 汽车坏掉 百分之九十的机率就好像 本来要回国内 结果 婚姻 就延期了 这个百分之十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百分之十是什么 你的航班 物件的 百分之十是什么 交通事故 这些都是无法预测的事情 但是 其他的百分之十 就由你自己来决定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美慧的爸爸 来 美慧的爸爸 你原来 啊 我们来问爸爸 原来 回到美国来 你第一次 你机票是买什么时候 要回国内 第一次 四十五号 八号 八什么 二月八号 那第一次延期什么时候 延期到十六号 那再延期什么时候 三月四号 那再来要不要再延期 大概什么 大概不要 好 OK 那二月八号 二月十几号 十五 然后三月十一 对 延期延期延期 那请问 这是刚才讲的 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 那请问 你这么延期 你怎么会想 没什么 好了 你怎么会 好了就回去 你会想说 哎呀 怎么一直延期 回来了 在这里住太久了 赶快回去好了 会这样想吗 有这样想也不敢想 对不对 没有啦 没有这样想啦 怎么想 在这边数 呀在这边数多了 对不对 能够看美贵 能够看泰淡 我们亲爱的成文 对不对 哇太棒了 你会说 哎呀 怎么办 怎么 这个非正当路上 怎么会延期 怎么要延期到什么时候 请问 你是你在一直纠结 一直纠结 你百分之九十 就在那个百分之十千的 聪明吗 我们看到笨蛋的是一堆啊 聪明的都在我们 ESCE万堂里面 对不对 那个百分之九十就是由我们自己来拯定 弟兄姐妹 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恶劣 没有那么的糟糕 都是因为我们的百分之九十啊 请问 我们的熊阿姨 你几岁 今年几岁 今年几岁 How young are you? 85 85 你活到今年85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一些 听神的话 没有多做到很多 听神的话 赞免上帝 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活多少就活多少 对不对 有的人不是啊 有的人一直活 活到越来年龄越大 哎哟 上帝啊 全国不敢 赶快把我掉 造回去 到我活到这个 哎哟 我越来身体越软 我越来越没有力量 越来越没有办法自主 我告诉你 85岁 你要这么想你知道吗 我这样讲一定是熊阿姨的想法 有的人都不知道十岁就死掉了 有的人不知道二十岁是长的 什么样子就死掉了 有的人不知道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甚至有的人不知道八十岁就死掉了 我能活到85岁 神跟天啊 你看 你如果 伤心难过 郁闷 还是要活下去啊 你快快乐乐也要活下去啊 那你 悲哀的活下去 或者是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 熊阿姨 当然是快快乐乐的活下去嘛 了解故事讲的意思吗 百分之九十你有办法控制 但是那百分之九十常常却被百分之十绑架 你看多笨的 大卫他才不会那么笨 他百分之十没有办法改变 哇 他本来纠结 要死不死 他的孩子 要死不死 要死不死 让他纠结去 结果你纠结了老半天 你希望你的孩子死了 或是不死 当然是不死啊 结果纠结老半天 哇 死了 早知道就不要纠结嘛 纠结老半天还是死的 他却纠结老半天死了 孩子死了之后 他让自己百分之九十 决定 他要沐浴 他要抹膏 他要进入圣殿 怎么样 敬拜上帝 然后回来 回到公寓怎么样 大吃一顿 他就决定这样 哎呀 弟兄姊妹 我们在世上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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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可以让你难过 可以让你真的没有办法 不行 但是 我们百分之九十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都凭你自己的反应 你不能改变一个红灯 保之十 你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保之十 你不能改变一个现况 保之十 但是 你能控制你的反应 就是保之九十 也让他能操控你的情绪 也让他能操控你的情绪 你能控制你自己的反应 所以 都在你的手上 你自己去决定 到后来 我们发现 这个大会 他掌握了百分之九十 第六点 我们看到 上帝给他 哦 对 我们还没有进入 第六点 没有不好的事情 只欠缺 不会好好共心体会的人 所有的困境 所有的难处 其实 都有神的满意 我常常会对 没有结合的人说 还没有结合的人 你经常说 失业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有的人 都没有失恋过 就结婚了 你看 多浪费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叫做失恋 对于当失恋的人来说 牧师讲这句话 真的是山口上 撒了一把羊 但是对我们 已经结了婚的人来说 牧师讲的这个 还真的蛮有道理 第六点 我们可以发现 所以 所罗门出身 带给满意旧时 能够掌控自己的想法 迈向正向的 所罗门来说 迈向正向的大卫 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一起来练 第三节三 来 大卫安慰他的妻 八世八 与他同情 他就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 罗门 耶和华耶什莱他 就见先知拿当事 他一个名字 叫耶利利亚 因为耶和华爱他 对孩子的死 这个现况 大卫坦然接受 相信八世八一定非常地伤心 因为好不容易怀疑 又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时候不只伤身 更是伤心 大卫王知道八世八的心情 安慰他 与他同情 大卫王就 因着八世八 生下儿子 所罗门 这里说 连上帝 都喜欢 所罗门的出身 这个是上帝对 八世八 对大卫的 安慰 是与他们恩典 他们所示的 上帝所示的这个王子 就是大卫的接任 第三个 以色列王 所罗门 结论来说 叛亡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能给我们面对 不能改变的事实 请我们大家记住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 会伤心 会难过 但是幸福倾仰的 必要 跟我们对神的安排之顺 将使我们能够更快的护原 从伤痛中回到现实 并积极面对我们的人生 最后 牧师请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第二段的经文 诗篇四十二天第五节 我们看我们的座报第三页 是诗篇四十二天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的心 我的心啊 你为了有闷 为了在我里面 返照 应当要望神 因他效应帮助我 我还要承担他 我们地头祷告 我们地头祷告 主啊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有的人 有的人活得非常的快乐 有的人非常满意 有的人活得非常轻松 有时候我们也活着非常痛苦 我们活着非常的无助 有时候我们活得非常无望 有时候我们活得不知怎么办 主求你透过我们今天大为他丧失而止 死亡之痛苦 让我们学习 愿上帝赐我们平静 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愿上帝赐我们勇气 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事 也就是说 那百分之九十 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能明辨什么事实可以改变的 什么事实无法改变的 我们愿意向冤火 他的祷告说 我赐身出于母胎 也必赐身归为 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的 主啊求祢指教我们 让我们不忧闻 我们的心灵不顽照 仰望祢 因为祢效力帮助我们 我们还要称赞祢 主愿我们能够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欣然接受 也相信在我们的困难 有上帝里足够的勇气跟力量 让我们胜过现况 主感谢祢 这样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 Amen